大家好,我是偶某人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SHF系列 War Machine MK6 戰爭機器第六型 看到這個盒子就知道 魂web網路商店 PP限定 不過因為台灣有少量代理 所以入手難度也不是太高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SHF系列標準的包裝 那下面呢 Avengers Endgame 復仇者聯盟 終局之戰中登場的一套新裝甲 但是呢 它這整部電影 整整三個小時之中 從頭到尾一炮也沒有開 唯一打倒的敵人就是星爵 一技拐子把它幹掉 所以又被戲稱叫做反星爵裝甲 反正從頭到尾就是 負責打打醬油 吐吐槽就這樣子 而且它造型跟之前的戰爭機器 也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應該 對它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 打開之後你可以看到 除了本體之外 123456 6個噴射特效 1個火炮的特效 8個手型 就這樣 直接把它打開吧 首先看一下它的尺寸 它頭頂高大概16公分左右 相較於孩之寶 所推出的 Marvel Legends戰爭機器 以及鋼鐵愛國者 感覺好像比較小 但是事實上 如果你對照同系列 這個是SHF系列 鋼鐵馬克85 那兩個頭頂高 其實差不了太多 可是呢 因為戰爭機器 它的結構 比較厚實一點 所以兩箱對照之下 你會覺得 戰爭機器好像稍微大了一點點 那另外對照一下 孩之寶 Marvel Legends系列的 懲罰者戰爭機器 就是懲罰者 穿上戰爭機器 這個裝甲 那這兩者呢 事實上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結構 其實差不了多少 因為它的這個素體呢 它其實也是用 馬克 應該是3還是4吧 那其實它歷代的 這個戰爭機器的變化 都不是太大 所以對照之下 你會覺得 這一次 馬克6呢 在設計上感覺就 比較平淡一點 沒有什麼讓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地方 拉近一點看 它全身的主基調 是霧面的黑色塗裝 和鋼鐵人那種非常浮誇的 紅金配色對比之下呢 它確實是比較有寫實的機械感 那身上很多細節呢 都點綴了金屬的銀色 那它塗裝上面感覺質感也還不差了 至少沒有那種塗出界或者是塗不均勻的問題 而紅色的部分呢 它也是做了這種金屬色的塗裝 包含像這些小的地方 小細節啊 還有它的眼睛等等 其實塗裝都還不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它的顏色好像有點浮浮的 那另外它的 這個肩膀上這一挺泡的部分呢 就看起來就膠感十足 你可以看到這看起來 因為畢竟就整個看起來應該是成型色 整個是塑膠的感覺還是蠻重的 那除此之外 其他的部分其實在處理的也算是蠻到位的 那像肩膀上的這個星星的圖案啊 像大腿上面這個美軍的圖案 以及006這個馬克6的標誌等等 那另外一點值得注意就是說 它其實拿在手上還算是蠻重手的 因為我看它裡面應該也是有部分的金屬的零件 那當然這樣看不準 我就直接上個這個電子秤 稍微量一下 讓大家比較清楚一點 它的重量大概是93克左右 那對照一下 這是鋼鐵馬克85 我看一下它多重 調一下位置 它77克左右 所以呢 相較之下 戰爭機器的整體的這個重手感 還是比較扎實一點點 至於可動關節的部分呢 SHFC的可動關節其實算是中規中矩啦 就沒有到特別厲害但也都還算OK 譬如說呢 它整個頭往前 這種飛行的姿勢 它可以到這個角度 往下呢到這裡 但是往上的時候呢 這邊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一個破綻喔 這個地方就大概關節都做得還算不錯 可動度也還好 但是扎實感我覺得還稍微欠缺一點 至於肩膀的部分呢 首先這裡很微妙的是這裡 特別做了一段像這樣的結構 我是覺得有點多此一舉喔 但是反正它要做得那麼細緻 也是算是蠻講究的喔 那往上抬的話呢 可以到差不多90度平舉 那肩膀上面這一片呢 它是獨立可動 但它是這樣子轉軸可動喔 並沒有辦法前面前後搖擺這樣 並不是個球關 那另外呢 上半部這一段呢 則是可以旋轉 而且它的肩膀呢 它底部這邊呢 也可以往前往後做一點點的擺動 那同時你也可以再往外拉一小段 拉到這裡 它的可動幅度就會稍微再更增加一些 但其實它的這個結構我是覺得最奇妙了 因為它即使是往上 它還是會多多少少有些乾澀 那另外它的軸關節的部分呢 大概差不多 將近到快要對折的程度 然後手拳頭的部分呢 這邊是一個 球體關節再加上轉軸關節 至於腰部的關節呢 上面這一段是左右可以旋轉 大概差不多30度不到 前後呢 也是差不多的狀況 再加上下面這一段呢 這邊這邊就稍微大一點點 但整體的可動度呢 也 沒有說到真的很大 就勉勉強強 一些簡單的一些扭腰動作呢 還可以做得出來 大概就這樣 那它的 大腿的部分呢 側邊可以到 往下拉 可以到這裡 往前呢 大概差不多 就說將近90度 90度不到 往後的部分呢 也是 也是差不多就這樣 那關節 這個 骨關節內側這個可以旋轉 然後 膝關節大概是對折 貼地呢 往前往後 側邊 這都有一點點 然後前後這兩片這個蓋子呢 也都有微微可動 但是這個 老實講 對於可動度的增強 也沒有太大的影響 只是說 分件分得蠻細的 這一點還是值得肯定的 不然前面這一小段 也是可動的 然後前面 這個 這個 腳尖的部分 這一段呢 有點緊 但它 可動度還是都有做出來 肩膀這一門砲呢 它有兩個轉軸關節 一個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側邊有沒有 側邊也有一點點 可以往側邊這樣子旋轉 配件的部分 首先呢 它除了拳頭之外呢 有這個手中可以握東西 這種路管手 但它也沒有什麼武器 所以這個派不上用場 另外呢 有這個獨來神掌 以及呢 這個開掌手 那開掌手之外呢 還有一個像這樣子 開掌手中間掌一根 這一種開掌手 那這個開掌手的目的 當然就是為了能夠握持 這一個 噴射的零件喔 那它有大的有小的 這是屬於大的 那小的是這樣 換裝的方式就 拔起來 這樣子換上去就可以了 這個 在配件上面的組合 大概就這樣了 另外 另外腳的部分也有噴射特效件 那腳的部分呢 它是洞 所以它是 從這邊插進去 像這樣子 左右手左右腳的部分 也都可以 這個安裝這樣的噴射零件 那至於 這個 肩膀這個泡的部分呢 它事實上也有一個噴射特效件 但它的結構造型蠻特別 它是一個三叉式的設計喔 所以呢 它中間其實沒有洞 那你會要插進去的事實上是剛好卡在這個三叉的結構之中 像這樣子 就剛好卡住在中間 就變成是一個 三叉炮同時發射的一個火炮的特效 那其他就沒有什麼特效或是沒有什麼配件 就很簡單 基本的武裝 基本的特效零件就這樣 好的以上就是SHF系列戰爭機器 馬克6的簡單介紹 在復仇者聯盟終局之戰的電影之中 因為角色太多 玩具推出的速度根本跟不上 以戰爭機器這種惡線英雄來說 有機會推出SHF就算是蠻難得的了 到目前為止 戰爭機器和鋼鐵愛國者推出了好幾種版本 除非是忠實的漫威迷 一般人大概很難分辨得出每一種型號 而對玩具愛好者來說 如果不是一推出就收的話 很容易收到錯過或者忘記 想要全部收齊也是有點難度 漫威電影到終局之戰算是暫時告一段落 玩具也差不多到了尾聲 收完接下來4、5月最終戰役版的 美隊鋼鐵人和蜘蛛人之後 短期內SHF系列應該沒有什麼 其他角色可以期待了吧 有請多久